阿彌陀佛 尊敬的主位大德同修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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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先开科处 四百七十八页 四百七十八页 请看第十行 无量寿经 起信论曰 试之菩提心者 诸佛之源 众生之会命 这是一段 这段开示 是清朝彭继清老居士 在诸解 他自己结教了 无量寿经 《起信论》 《起信论》里面一段话 他给我们说明了 什么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的真心 而这个真心 人人都有 每个众生都具备 它是诸佛的本源 我们一定要明了 这个诸佛有没有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呢 通通都在里面 《环境上》说得很好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一切众生都有诸佛如来一样的智慧得能向好 所以我们将来修道 到最后就是回复自己的佛心 回复自己的真心 那现在我们大家在迷了 虽然在迷呢 不幸当中的一个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这人生当中 闻到的正法 尤其是正法当中的净土法门 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珍惜的 在下面呢 彭老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再讲到菩提心呢 《财发此心》 《财发此心》 《已成佛道》 《已与佛之》 《不思议之》 《不可称之》 《大圣广之》 《无等无伦》 《罪上圣志》 《相应孤》 我们都知道佛有智慧 那这里就讲得蛮清楚 哪些智慧呢 四种智慧 其实大家只要把自己的八师 转过来 那佛所有这个四种智慧 您也能够现去 它分为四个部分 转前面的五师 言耳逼舌生 另外呢 再转第六师 第七师 第八师 这个 第六师 跟第七师 一转 这是在阴上转 阴上一转呢 果地上 那个前五师 跟第八师 它跟着就转过来 所以我们下手的地方 就是在于 第六师 第七师 也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尽量的 不要去分别 尽量不要去执着 为什么我们说是 尽量 因为我们 讲实在话 我们还做不到 不分别 不执着 您哪一天能够做到 不分别 不执着 您就不做在这儿了 对不对 您就在四圣法界了 不分别就是 至少也是原觉咯 那不执着 您就是阿罗汉咯 那不起 心不动念 您就超越 十法界 就到一针法界了 那我们执着什么呢 举例子吧 这个 第七师 莫娜师 它就执着我们 那个阿列也师里面的 像分的一分 就是它自己 这个像分就是我们常说的 物质现象 比如说 它就认为这个身体 这么一点点东西 就是它自己 它要执着阿列也师里面的 见分的一分 是它的 心理的变化 这个见分就是属于精神 方便 它不晓得 真正的我 多大了 今天是元宵节 你看我们一直在放鞭炮 对不对 我们一直在庆祝 非常感谢开恩师 为我们放这么小的鞭炮 你看 一下子整个 讲堂 又恢复到生气 很好 谢谢 那我们呢 这个 执着阿列也师里面的像分 执着阿列也师里面的 见分 那么一点点 就认为是它自己 其实这个见解啊 是大错特错 我们光是讲那个 像分 到底像分有多大呢 可以这样讲 无穷大 何以见得 因为整个 按照我们一般通俗说法 整个宇宙 全都是属于阿列也的像分 因此啊 这个大圣经典 多看一下 就帮助我们呢 了解到事实 所以修道 就是希望把自己的三德密葬 重新呢 起现下 那三德密葬呢 我们上次已经报告过了 法身德 般若德 谢托德 法身般若谢托 而这三德里面的每一德 又具足四种德 常 乐 我 敬 这个我们上次已经汇报过了 所以啊 学佛好处多多啊 我们现在啊 可以讲是 七十亿人当中 福报最大的一批 怎么讲呢 我们这辈子就有这个 机会 了脱生死了 初六道 出使法界 就到达西方净土 永远可以呢 清净 祝福如来 而且我们在实法界度众生 那个时候 确实可以做到 大自在 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想要度众生 很难 不要说度外面的众生 作为菩萨们 您觉得度家里面的菩萨们 容易啊 不容易吧 是不是 上 爷爷奶奶 下 您的孙子 几个人能够像您这样子 每天勇猛精进 念佛不间断的呢 所以啊 我们这个修学 圆很重要 那么这个圆呢 经常常说四种圆 四种圆里面有一种圆 我们一定要牢牢把它掌握住 就是真上圆 可以讲我们 目前在图文八这个地方呢 这个真上圆呢 大家遇到了 遇到之后 一定要 确确实实 掌握住 不能够让它困固 所以从学院呢 两千年 建立之后 一直到现在 我们 见到 不少其他国家地区 还有其他省的同修 陆陆续续 从国外 从其他省呢 就搬到图文八来住 非常好 这个决定呢 极其正确 这不免就让我们想到 当年孟老夫子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 中国亚圣 其实第一大功劳是谁啊 他妈妈 对不对 母亲厉害啊 母亲那个眼光独到 就能够看到 第四个地方 那是最好的 所以他呢 才能够成就 他的儿子 作为这个儒家的真正传人 那现在我们学习《无量寿经》呢 越是深入 您放下的就越多 其实这个发菩提心 我们在前面盖药 已经说了不少 现在为什么到了经文这个地方 又着重强调菩提心呢 因为他确实是 是我们这辈子念佛能不能够得度的 关键之所在 到了后面第24品 上辈中辈下辈的时候 还会再强调一次 菩提心 从这儿我们就体会到 这个看破放下 真的是修行能不能够成就的 重要一步 这是彭老居士提醒我们的 那下面我们再看黄炼老 他是怎么一个说法 他说 有经中三倍往生 皆因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一点呢 我们在第24品呢 会至少看到三次 上辈菩萨 中辈菩萨 还有下辈的菩萨 全都要具足这样的条件 所以这两句话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是我们修学尽中的宗旨 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讲句实在话 这整部无量寿经 如果您记不住 您早记住十二个字肯定成就 十二个字 物生讲一遍您肯定记得住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什么 阿弥陀佛 就是十二个字 这就是无量寿经的精华 的精华 所以你看这个次第 他是先把发心 放在第一 接着呢 就用功 那怎么用功法呢 直持名号 所以底下就总结了 可见发菩提心 实为首要 真的 佛讲了这么多的经论 不就是劝我们大家 要做到这一点吗 既然讲到首 那他就是排名第一 所以 贤功老儿上 能够欲知实之 自在往生 他把念佛当作他这天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你看他老人家 其实在世的时候累不累啊 每天很忙呢 做完早课 拎着个锄头 或者拿着别的笼具 这些工具嘛 这夏天呢 晚上 拎着这些 笼具 或者在推别的这些笼座物回来 天天如此 身体很辛苦 为大众服务 但是他心里面呢 那个佛号从来没有中断过 这是他的心呢 常常安住在弥陀名号上 安住在西方净土 后面进一步讲到 今此第十九愿 为文明发心 正诸第念六愿 文明得福 第四十七愿 文明得人 故此愿 故此愿 理应 视为英文佛名号 蒙佛加辟 发菩提心 这个愿文呢 大家多看一下 您就知道 这个第十九愿 第二十六愿 第四十七愿 都有提到 同样一种事情 就是 闻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大家可要知道 这一生能够听到阿弥陀佛名号 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四个字 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圣像 不容易啊 没有身后的善根福的因缘 他这一生不可能 遇到这样的好事 诸位同修 我们现在这个好事 有没有见到 天天见到 是不是 你看我们这个大门呢 每天都敞开着 每天都欢迎大家 来修学这个净土法门 其实大家愿意走进来 欢喜念佛 欢喜听经 欢喜读经 欢喜拜佛 都是蒙佛 假批 就是佛力加持 弥险弥陀名号 功德 不可思议 愿往 弘势愿力 不可思议 这里连着说 两种不可思议 一个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不可思议 一个是他老人家所发的四十八大愿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我们也是 见到一些同修啊 他一开始 念佛也蛮认真的 蛮精进的 这古大的也说嘛 有一些人呢 刚刚开始学佛 那个道心 非常勇猛 所谓的成佛有余 不可思议 出发心嘛 可是发了一会儿呢 一年两年之后呢 他就变了 到会儿就退步了 退得最可怕呢 根本就不信佛了 感性别的宗教 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很诧异的 其实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只做到了随事发心 上次不就说到了三种 这个菩提心嘛 那么他只有随事发心 但是他没有做到什么呢 原理发心 那个道理他没搞清楚 而为什么念佛 念佛的好处何在 我到达极乐世界 有什么利益 他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里深入 《无量寿经》 会基本 深入黄念老这个注解 这是解 但是光是有解还不行 还必须要怎么样 要念佛 还要拜佛 大家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拜佛啊 拜多少 大家笑得这么开心 哈哈哈哈 不止三拜吧 至少后面加个零 对不对 说少一点加个零 拜的多的话三百 哎呀您可以体会一下 每天如果早上 起来拜上个三百 您会觉得怎么样的 整个身体哦 神清气爽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有啊 如果一天拜上三千拜 坚持一年 敢这样子说 如果天天三千拜 我们不敢说大乌啊 小乌肯定会有 大家信不信呢 您点头啊 乌生不太相信 真的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您还没做到三千拜 等到您现在明天开始发心 今天就算了 今天放大家一马 已经过了半天了 明天开始 您就拜三千拜 一直到明年的元宵节 您再来跟悟生说 您拜的这一年的 体会是什么 到时候我们见的面了 都不用讲话的 一看您的眼神就知道 知道那个味道了 要下功夫 拜佛好啊 念佛好 好 下面接着讲 修诸功德 咒业不断 发表 发大心厚之大恨 这个大恨啊 就是指呢 他念佛的功夫 没有中断的 所以古人就劝我们 念佛的秘诀 九个字 不怀疑 不夹杂 还有不截断 因文明而发心 修诸大恨 是为第十九院之全文 其中六波罗蜜 一称六渡 渡者渡生死海 到涅槃之暗也 这都是讲到发心的重要性 那我们能够念佛往生到基督世界 您就真正做到了 渡生死海 我们打个比方啊 基督世界在这 我们在这边 那我们在这个生死的此岸 一定要怎么呢 要游过这个生死的对岸 叫上岸 那上岸就是西方净土 假如我们现在不肯发心了 渡过这个生死海 可以说 那我们生生世世 都会在六道里面 无法处理 那不能够处理到 我们每天要受什么苦呢 每一次轮转 要受什么样的折磨呢 说的粗一点 两种生死 您肯定要受 分段生死 还有变异生死 一般人讲这个死啊 都是认为说 某某人他断气了 走了 这个叫做死 其实再说一个很实际一点的 每天晚上我们这么一躺下去 睡得 对外面境界完全不知道 如果被人家抬起来 扔到房子外面去 我们可能都没感觉 其实您这样睡一个晚上 不就是一个生死咯 所以人要觉醒 那么讲到最细的一个生死 那是弥勒菩萨所讲的 一坛纸 三十二亿百千两 所以我们这个生生死死 非常非常的快速 因此我们对于这个色身 不应该有一点点执着 因为他一直在变化嘛 由生到最后呢 走向死亡 这个目的地 后面再解释一下这个六度 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修的 六折 一不识 二持戒 三忍辱 四精进 五禅钉 六般若 六度舍万恨 一般经典讲六波罗蜜 大家如果看华音经 他讲这个波罗蜜就不止六个 他说几个呢 十个 十波罗蜜 布什持戒忍辱 精进产定般若 那这个 第六个般若呢 佛法要展开为另外四个 方便愿立志 又加四个 这总共就是十个 所以菩萨修行 他再多的行门 绝对离不开这六条 或者说离不开这十条 您想要这一生 成就无上的佛道 一定要做到这个六波罗蜜 或者说十波罗蜜 十波罗蜜里面哪一个方在第一位呢 布什 大家也没想过 为什么把布什放在第一条 因为它是对峙我们最严重的一个烦恼 哪个烦恼呢 贪的 我们贪不贪的 挺贪的 假如今天呢 这个灾堂有菩萨发心 做那个汤圆 一锅汤圆 很好吃的 你就忍不住多咬几个 这不就是贪心冒出来咯 是不是 看到好吃的 或者看到这个高档的衣服 新出款的 新出来的这个款式 就会有那种 占有心 这都是属于贪心在作祟 所以佛教我们要做到不失 把这个最可怕 最严重 最难克服的烦恼 先把它解决掉 底下来解释啊 什么叫坚固不退 它是指 如上之大愿大恨 决定不移 永不退转野 这一点呢 至关重要 假如我们上一辈子 学佛念佛 如果您能够做到这四个字 坚固不退 您肯定就是廉池海会的一员 那这个大愿呢 就是讲我们这一生 一定要去西方净土 别无二念 而这个大恨呢 就是欧义大师所说的 信 愿 痴 明 再多加一点 鲜守国师在修华人澳之 望尽华人观 所讲的四德 也属于这个大恨 你看这个四德里面就说到了 随缘妙用 你看我们刚刚上课嘛 对不对 就出现这么一点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可不可以预先把它 化解呢 可以的 怎么化解呢 我们要上课之前 开灯 摄影机 音响 音响把它打开之后 要先测试一下有没有声音 如果我们预先测试一下声音 那后面就不会有问题了 如果发现声音没有了 赶快就请人来帮忙 调试一下 这样就不必耽误了后面这个时间 那如果真的是要出现这个状况 我们怎么办呢 也要尽量想办法 把这个负面的营养降到最低 所以法师不能因为说 哎呦我音响 不像昨天那么好 就不高兴了就不讲了 这个就不行 这个对不起众生 这个对不起众生 我们也对不起佛佛上这个 期望 所以呢一切都要做了什么呢 随缘 同时呢他还讲到啊 这个威夷有责 其实这四个字 如果要说出它里面的妙意的话 可以讲多久呢 我们说的少一点 它的内容 涵涉大藏经里面的 所有律部的点击 三分之一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 出家中 最低也要做到 三规五戒十善 沙弥戒 比丘戒 菩萨戒 那么在家菩萨呢 您要做到三规五戒十善 幽菩萨戒 或者您发心在受这个菩萨戒 五戒等等 这都是我们要做的 第三个呢要做到柔和直直 这一点蛮重要的 前天呢有个同修发给悟生一个短的 一个视频 悟生看一下蛮好的 就是讲到孔老夫子跟他的弟子子子路 一段往事 很好 就是叫他做人呢 有时候呢 该低头该弯腰 就要低头就要弯腰 那个启发性很强啊 你看那个子路就是很 它是现出那个像 就是比较刚强 我们也知道子路后来也是死得 蛮悲惨的 其实他的老师已经预先提醒他了 所以做人呢要柔和 要直直 第四个就是要发大心 待众生苦 所以师尊呢 这一次来到世间呢 视线 八项成道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全都是表演给我们看 什么叫代替众生受苦 下面是我们这部经上所讲的这个祭诵 如祭云 我行决定兼顾利 这个我呢就是指的法障彼求 那么他老人家所发的一个大心 谁才可以知晓呢 后面就讲一个标准了 为佛圣之 能正知 也就是说 连等觉菩萨都还不能够完全知道呢 只有他的老师 他老师是佛嘛 这些佛呢 才晓得他的大怨大恨 后面更了不起了 纵使生子 诸苦中 如是怨心 永不退 说一下我们眼前吧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众生 两年来 是不是 今年算是第三年了 我们这三年来有没有在受苦啊 那么在这种逆境恶缘当中 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保持自己的怨心 永不退 人呢 往往是在两种境界当中 很容易退心 第一个就是逆境恶缘 他受到打击 受到这个伤害 受到冲击 他退 还另外一个也很容易退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顺境善缘 什么都好 什么都称心如意 什么都是让他觉得得心应手的 其实人呢 往往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退转 他都不晓得他退了 那有一部分人呢 他遇到逆境恶缘的时候 他头脑比较清醒 他就知道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去化解这个逆境 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 一个人物 叫勾剑 这月王勾剑嘛 有个成语就专门描述他的 卧心长胆 几年前物上还看了一套 国内拍的那个电视剧 就是 陈宝国先生演的 这个月王勾剑 拍的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世间法 你想要有成就 要有兼顾的 强大的意愿 自相 那出世间法呢 更需要这个 所以悟生是希望大家 先从拜佛三百拜开始 慢慢增加 到四百 五百 六百七百一千 到最后您拜到三千 说不定哪天您这一趴下去 头一起来 你就怎么样了 种种的瑞相 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出现了 那有这样的现象产生 您也不要太高兴 一定要记住佛说讲的那句话 凡所有相 这也是虚妄 中文说得好啊 佛来佛展 摩来摩展 知道很好 有这个瑞相 但是呢 不齐心不动念 永远保持清静平等 这是最高境界 好 这个第十九愿呢 我们就暂时学习到这儿 再看底下愿 这是蛮重要的 又没有这一愿呢 我们到不了极乐世界 它是第二十愿 临终见愿 一心念我 晝夜不断 灵寿忠时 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 经虚余间 即生我差 做阿维悦志菩萨 不得誓愿不取正觉 所以我们看这一章的经文呢 前面是第十九愿 我们刚刚学习完 那还有这个第二十愿 佛在我们临终的时候 要带我们去 大家一定要知道 极乐世界很远 多远呢 十万亿佛国度 你说那么远的地方 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你怎么去啊 我们又不会飞 纵然你有两个翅膀 你能够飞多久 对不对呀 纵然你坐飞机 飞机又能够飞多远呢 所以一定要佛亲自来带我们去 这里解释啊 这个一心念我 他说 一心已见前解 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他是指万有之实体真如 有些同修呢 没有一直听下去 我们呢 稍微简单来说一下 这个一心是什么呢 一心就是真心 或者说我们 心里面呢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起心动念 这就称为一心 刚刚所提到的第十九愿 里面 里面所指的 菩提心 它呢就是一心 再说的具体一点 我们这个佛像旁边的对联 那十个字 就是 这个 一心的 详细的描述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的的确确啊 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尽量练习 用这十个字 处事 处事带人接物 人家无论他怎么对待我 我就是用这样十个字来对他 他对我好 我也对他好 我们也要知道一点 他对我好 我们不要想说 希望你明天对我更好 他如果哪一天对你没那么好 或者他这个 变直了 他变卦了 我们常说变心了 那这个时候你还对他好不好呢 佛是什么心呢 法身大师是什么心呢 依旧是对他那么好 所以佛菩萨这边是没有变的 变的是谁呢 变的是六道凡夫 那如果人家对我不好 我对他还是那么好 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被这个 戈利王 那么样残酷的折磨 我们有没有被人家这样折磨过 没有吧 对不对 我们顶多被人家怎么样呢 说两句 或者被人家打一下 踹一下 假如这样子就受不了了 嗯 说句老实话 这样成就是比较小的 所以啊这个金刚记里面有句名言 讲的特别好 一切法得成于忍 真的世间法 你想要有大成就 不能不忍啊 那初世间法 你看这个法杖比丘 跟他老师求学的时候 一千亿岁 后来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无大节的时间 到处参访 才完成了四十八院 得来不易啊 他如果是个中途 他退心了 他不肯坐下去了 您说那有没有极乐世界造就成功呢 不可能 底下再讲到我们这部经 经约本经 就是说这个一心 为以坚定之信心 不为他心所夺 为之一心 讲到这个一心呢 那真的是太重要 太重要 你看这里就说到嘛 我们这个信经 坚固 不动摇 绝不变更 我就相信有阿弥陀佛 我就相信有极乐世界 我相信另阿弥陀佛 肯定可以去西方净土 相比大家这个信心呢 在多年的经教熏修 还有每天用功 包括念佛 拜佛等等 您这个信息越来越强 讲实在话 没有到临终最后关头 还是不能够说 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绝对具足 一定要到最后临终断替之前 我们依旧是这句佛号 那您这个一心是真正做到 您这个信心呢 是真正具足 倘若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个冤亲在着 跑到您的身边 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跟我学吧 我那个方法呢 比你那幅法门还要出生 我那个世界 比你那个极乐世界 还要妙不可言 我们可不可以听他的话 千万不能上当 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样子欠我们的那个人 那是什么人呢 我们讲老实话 那就是我们的冤亲在主 那就是破坏我们法神会命的 所以对这样的人呢 我们是敬而远之 我们对他客客气气 也不反驳他 我们就说你比我智慧高 现在讲智商嘛 你的IQ比我大 我没你那么大 你比我厉害 我学你那个法门呢 做不到 但是我念阿弥陀 我觉得 还可以 没问题 我们各修各的吧 好不好 那这样他也开心 我们也高兴 我们也不要去跟他争论 没那个必要 所以呢 对这些事例要搞清楚 千万不能上人家当 下面呢 是引用教行信正文类里面的解释 他说 信妖即是一心也 一心即是真实信心也 是故论足见言一心也 这里是讲到什么是一心呢 有真性 有真正的爱好 这个爱好之指 喜欢念佛 这个一心呢 就是指真实的信心 所以我们自己修学净土法门 从今天起 你就不要再学其他的经典了 暂时通通都放下 真的有些同修啊 我们也就常常劝他 一向专业阿弥陀佛就好了 他也知道 应该要一向专业 但是他就是忍不住 怎么忍不住呢 看了这部经呢 他喜欢 看了另外一部论呢 他也很高兴 他也想去设立一下 想去研学一下 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们 一开始悟生呢 还比较耐心的跟他解答 答到最后悟生就发现了 好像一直被他拉着跑 这样不太对的 对不对啊 那这样他已经在打妄想 我们也跟着他打妄想 那不是破坏自己的一心咯 后来悟生就慢慢 画风一转 就建议他 我们现在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最重要 其他的大经大论 我们暂时不涉猎 等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呢 再学都不吃 现在头等大师是什么 去西方净土 见弥陀本尊 这可是重点啊 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这是一个很 严肃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 是不是 我们不晓自己能够活多少年 纵然自己知道能够活多久 但是想想 他就有没有把握活八万四千岁啊 一千岁都没有把握是不是 那既然这么短的寿命 为什么还要浪费 我们就不敢了 所以应该要异心 这里呢就举出天清菩萨的一个话 他劝我们修学呢 他劝我们修学呢 要做到异心 这里有个名箱 叫论足 大家请看一下参考资料 下册六百三十三页 大家有没有 参考资料下册六百三十三页 好 大家请看六百三十三页 六百三十三 大家找论足 有看到吗 六百三十三 好 他说 这个论足呢 是指论的作者而言 如天清菩萨称为千步之论足 在百论叙书里面讲 天清本小圣学 造五百步小圣论 后来呢 于是造大圣五百步论 十人呼为千步论足 这是佛门里面一个很有名的公安 因为这个天清菩萨一开始啊 他写了五百步小圣论 但他写这个论哦 用意是什么呢 赞叹小圣法 毁谤大圣 所以他的哥哥 这个无助菩萨 就提醒他 你这样子做 那不得了了 将来是要堕地狱的 后来他就发大信 再用他的文笔 又写了五百步论 来赞叹大圣 所以他在佛门里面称为呢 千步论师 后面 净土门 特专称天清菩萨 一为千步之论足 一为净土论之作则 这个净土论呢 就是往生论 往生论呢 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 净中 五门功课里面的其中一部 所谓的五经一论 那这个往生论是他老人家写的 好 这是简单的介绍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继续看科著 科著下面呢 是弦首国师 这是在《华言经》《注解探旋记》里面所讲的 这是第三卷所说 一心者 心无意念故 你看这个讲法 字不多 但是已经交代的蛮清楚 什么叫一心呢 就是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其他 别的杂念 还有《指观》第四卷 也解释 一心者修此法实 一心专知 心不余缘 什么叫心不余缘呢 后面稍微解释了一下 这是指呢 心中不缘 这个缘就是攀缘 不缘其他一切事物 这个意思跟前面 所讲的呢 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世间呢 所有的幻境 您所喜欢的人事物 都要放下 为什么要放下呢 都是假的 都是一场空 还有 有一心 有事理二种 五余念 为事之一心 入十相 为理之一心 这就说到一心的不同的功夫程度了 最浅的呢 就是功夫成偏 那如果达到 入十相 就不得了了 这是什么地位的铺材 法神大事 我们现在不求啊 正德 离心不乱 或者在地的施心不乱 我们只要做到什么功夫呢 功夫成片就好了 那功夫成片又分三倍嘛 上倍 中倍 下倍 您只要做到下下品的功夫成片 也可以往上 后面 今一心念我 时间是理 现是敬业学人 但深信切愿 称念名号 即是一心念我 这就说到我们这个时代众生 我们大家只要做到深信切愿 老老实实 称念这句阿弥陀佛 您就是慈离所讲的 一心念我 后面是善德大师所说 一心专念弥陀名号 行 住 坐卧 不问时节久远 念念不舍 是即一心念佛 这个呢就是属于啊 一心念佛 接着呢 该从事入离 且事中 具体是离也 这句话意思就生了 我们就来说这个事好了 我们现在每天念阿弥陀佛 无论您念多少万声 或者拜佛拜多少拜 或者读经读多少不 或者听经多长时间 这都是属于事 那到达基督世界呢 您就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从哪里献出来的 从那个礼仪里面献出来的 再说的很现实一点 我们现在住在图妈 图妈从哪里献出来的 图妈是从那个礼里面献出来的 礼献出来的种种的事千变万化 无量无边 包括我们这个人 我们人是事里面的一桩 和威胁的一种 那么这些种种的事呢 佛告诉我们 都是刹那不住 都是相似相续 这个变化相 所以在弄邪经上面呢 佛告诉我们 这个事实 那么其中就有说到 这个一切现象是怎么回事呢 都是由心想而变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眼前您所见到的 所听到的 所想到的 所接触到的 这些万一见 都不要往心里面去 能够往心里面去的 只有一桩事情 阿弥陀佛 的的确确 那些已经往生的人 他凭什么可以 到最后临终的时候 走得那么轻松 就是他心里面的 没那么多牵挂 诸佛东修 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什么牵挂 不光只有牵挂 还怎么样呢 心有千千结 对不对 这个可是很糟糕的 您想的事情可多的 担忧的事情 哎呀不计其数 如果一条条的写下来 倒是您一看到 如果把它列印出来 一大堆一大堆的 每一个念头 那都是我们牵挂的事情 应该把它放下 好 后面说 以上第十九愿 是因 第六愿 就是第二十愿 则是其果 大家看 如果没有修这个 第十九愿 请问 我们能不能得到 第二十愿的果报 就难了 所以阿弥陀佛呢 他发这个 第十九愿 这个是因 这太重要了 接着呢 果报就出现了 那么第二十愿是什么 佛在我们临终的时候 自然而然 他晓得是什么时候 他知道我们在哪儿 到那个时刻呢 他就会来到我们身边 把我们给带走了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阿弥陀佛还没有来之前 您自己已经往生的家庭眷属 他们现前要把您给接走 您要不要跟他去啊 千万不能够去 大家看《地藏经》就晓得嘛 那是不是我们真的已经往生的家庭眷属呢 不是啊 谁啊 都是我们的冤亲在主 他化先 我们的 这个已经往生的家属那个面孔 我们觉得熟悉吗 很亲切吗 如果这个时候您一贪恋那个亲情 跟他跑了 完了 到时候我们那个神社一离开身体 跟他走了 那个冤亲在主他怎么 他立刻就反脸 就变成是他原来那个恐怖的面相 他就开始报仇 所以这个事情呢 不能不警惕 所以我们临终的时候呢 只能够选择跟阿弥陀佛走 当然我们可以跟观音菩萨 大摄氏菩萨 这个也可以 西方三圣嘛 都行 不过我们一般是选阿弥陀佛了 所以后面就劝我们 若人 若人如第十九愿 发心念佛 则灵受忠实 弥陀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众 前来皆隐 献其人 献其人前 经虚余间 彼人 即往生 极乐净土 作阿维悦智菩萨 所以这里 已经是说得蛮清楚的 到处来接我们的 这些极乐世界的大众很多 那以谁为代表呢 当然主角就是阿弥陀佛 旁边呢 有无量无边的 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 他们也跟着来了 请问他们来做什么 高兴嘛 其实我们现在在图文巴这边呢 今天学习这个黄帘老的注解 极乐世界的菩萨看不看得到 他看得到 我们今天早上有没有用功 他们知不知道呢 知道 我们今天早上如果偷懒 他晓不晓得呢 晓得 用功知道这很好 偷懒那就不太好了嘛 是不是 所以 这极乐世界的菩萨 把我们每一天修学的状况 他掌握得一清二楚 他都看到 听到 当然了 他不只是看到 听到 他还怎么样呢 他还天天回向给我们 天天放光加持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后面进一步的解释 以上 事为定念 灵终结余愿 深显果教他力不可思议之 方便妙用 巨福凡夫 能带获往生者 皆因彌陀此愿 临终圣众现前 慈悲设受之大力 这里就说到 念佛法门 跟别的法门 真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 其他八万十千法门 都是属于自立法门 靠自己 圣生禅定的功夫 靠自己的智慧 断祸 断习 断习 但是净土法门呢 完全是仰赖阿弥陀佛的功德 仰赖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愿令 帮助我们啊 扶断烦恼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讲法有点不一样啊 前面是讲断烦恼 那净土法门叫什么 扶断烦恼 我们最第一 您只要把所有的尘杀无名见尸烦恼 把它扶住 就是把它压住 控制住 不让它起作用 这个叫做扶烦恼 做到这一点 就可以去 这个跟其他法门呢 要求就低得很多了 这就是十方诸佛 何以赞他阿弥陀佛的原因之一 所以这个方法呢 其他佛门也想到 被阿弥陀佛呢 考虑到了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到达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就太多太多了 其实说到这儿啊 我们觉得蛮惭愧的 已经到达极乐世界的众生那么多 我们现在还在图文巴 还赖着不走 还在这边呢 这个也放不下 那个也舍不了 哎呀 上课的时候大家好像已经动了个心 好 放下 下课了 或者家里面呢 还不是一样 这个也捨不得 那个也扔不掉 难咯 怎么办呢 还是要多读经 真的这个经教要多多的熏羞 下面就讲到我们了 俱福凡夫能代祸往生者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福啊 就是烦恼的代名词 那俱福就是俱足烦恼 我们现在不都是俱足 见尸成杀无名吗 对不对 我们叫做俱福凡夫 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 代祸往生 一般我们讲是代祸往生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假如没有代祸往生 说句实话啊 那观音菩萨也不能够去 对不对 观音菩萨也没带祸呢 他也带嘛 他带什么呢 他带最后的身相无名 那个习气 他带着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等于菩萨都还带祸 那我们当然就带的 就更多了 皆因弥陀此愿 临终圣众现前 慈悲设受之大力 这里所讲的此愿就是第二十愿 我们能够念到功夫成篇 或者以上 在这个当下呢 阿弥陀佛就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功夫成熟了 所谓的随到渠成 在这个当下 佛就会预先 通知我们一生 哪一天 几点钟 来接我们大家 其实我们每天 按照世间法来说 盼星星盼月亮 不就是为了盼这么一天吗 对不对 我们念佛念了三百六十五天 不就是等着这么一个时刻吗 就等阿弥陀佛给我发一个微信 哪天我来接你啊 对不对 如果您收到这个信息 那是最好的信息呢 没什么事啊 比听到这个消息好 所以那个真正念佛人 他晚上一躺下去 他就想什么呢 他眼睛已经闭起来了 心里还在念佛 他就动个念头 希望今天晚上阿弥陀佛来接我 或者在梦中 托梦给我 告诉我 那就来接我 这是他最想得到的一个消息 后面是引用了宋朝灵之老法师的一个解释 凡人临终 世神无足 善恶业总无不发现 或起恶念 或起邪见 或生细念 或发猖狂 恶相非疑 皆明颠倒 这里就解释了什么叫颠倒 所以我们读这个波尔心经 波尔心经 就提到一句话 义不颠倒 大家记得吗 义不颠倒 那什么叫颠倒呢 你看这里讲得这么具体 所以我们佛门呢 就在几十年前 有人就发现编了一本小册子 叫赤中经粮 大家看过没有 我们这个结缘架上面就有 他主要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怎么帮人家助念 怎么帮助人家把这个后世啊 办理的妥当 用佛教的方式 所以帮人家助念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啊 一些现象 什么现象呢 这里讲到都是啊 不好的现象 这讲颠倒嘛 这个临终人他出现什么样的一个 业障呢 他会心里面产生邪见 这个麻烦了 有邪见的人 他临终的时候 绝对看不到佛 也看不到菩萨 那他所看的都是谁啊 那都是妖魔鬼怪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一下 阿南问师佛吉凶经 也提到这一点 其实吉凶经 它重点 提倡我们要修学什么呢 五戒十善 那么这个邪见呢 经上常说 五种 身见 边见 见取见 戒取见 邪见 这五种 这五大类呢 我们人人都有 怎么样转自己的邪知邪见呢 只有依靠经典 因为经典是佛所讲的 这是正知正见 依照它来修学 您绝对不会学偏 人不会走岔路 还有一个颠倒的现象 就是他心里面呢 情直产生了 或生戏念 这时候啊 他这个亲情呢 放不下 悟生讲一句话 请大家不要介意啊 我们只是照实话来讲 等一下下了课下了台 您不要瞪雾生眼睛 我们讲实话 假如我们对在现在的佳心卷说 您跟他的感情越好越深 相对来说呢 在临终的时候 要么我走 要么他走 这彼此之间 那个难歌难舍 那个痛苦就越重 就是这里所讲的意思 大家请不要介意啊 乌生没有别的意思啊 只是照这个经商所讲的 那是不是我们对自己家人不好呢 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还是要对家人要好 我们还是要关心他 要照顾他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跟所有家境眷属 都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 佛讲得很清楚 叫圆聚 圆善 有圆的时候 在家菩萨 组成一个家庭 不管人多少 以前是几百个人嘛 上千人 现在是几个人 最少是两口子 两夫妻嘛 所以呢 亲情要把他转换 提升为净土法源 这个好 您再怎么爱他 再怎么样喜欢他 都要劝自己劝对方 我们统统都念阿弥陀佛 往生基督世界 那我们到达基督世界呢 就生生世世 不会分开 到那边呢 大家是得到永恒的快乐 那才是真正的乐 其实这句话不太好讲呢 因为万一讲错的话 就很容易得罪人 下面再说另外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 容易见到 他呢 祸生猖狂 这个情况就很严重了 就说这个人呢 他的精神很不正常 发狂呢 所以地藏经里面呢 也讲了这个事情 这都是冤亲在主啊 在旁边干扰他 很麻烦 底下就总结了 可见 凡夫夜中 临终之际 更多颠倒 负以四大苦逼 痛不可言 何能重念 持民 前面所讲的这个颠倒的现象 已经是很麻烦的 好多种 同时呢 我们自己本身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遭遇呢 四大苦逼 哪四大呢 地 火 水 风 这个地啊 它是指我们这个皮肤 骨骼 肌肉 这里看得到的这个物体 这个火指的是什么呢 温度 水呢 是指它这个液体 像血液在里面流动 那么 我们有这些现象 你看我们人 现在很健康嘛 五脏六腑四肢 都很正常 不生病 为什么病痛 可是在临终的时候 这个手啊 脚啊 或者是脖子 或者是其他部位呢 莫名其妙的疼痛 这都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太复杂了 就讲其中一个很可怕的原因 是潜 藏在我们身体里面那些愿心寨主 在这个当下呢 它就开始来讨债了 它要么就躲在你那个脖子这个地方 就让你这个脖子哦 疼得不得了 或者躲在这个肺部 长那些癌细胞 或者在脚部 而让这个脚呢 不能够动弹 在那个时刻啊 苦不堪言啊 这都是佛家所说的 业障现前 所以我们自己 为什么天天要念佛 说句实话 消业障有两个最快的方法 这八万世纪法门都是消业障 哪两个方法消业障最快呢 就是您知道 我们常常讲 每一堂课都讲 哪两个方法 念佛 还有呢 拜佛 是不是 是不是 现在辛苦一点 流点汗 甚至拜了 拜了最后第三百拜 哎呀 瘫痪在那个拜殿上 起都起不来 没关系 就坐在拜殿上 坐个几分钟了 过一会比较前了 是不是 现在觉得很辛苦 到了下一周 您就有勇气 再拜到每天三百五十拜 再到第三周 您就有那个能力 拜到第四百拜 一周一周的增加 不要一下子增加那么多 慢慢增加 拜到最后啊 您真的能够做到一天一千拜 哎呀 包管您啊 走起路来 轻飘飘的 身上没有任何病痛 不用看医生啊 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们现在都不敢去医院 如果这个话题再展开了 就耽误时间了 总之哦 这个佛门是有方法 让我们不生病的 也让我们呢 把那个病痛把它化解掉 当然生病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业障病 还可是冤情再重 这是最糟糕 最麻烦的 医生只能够解决了我们生力上的病 只能够解决我们这个 医食不调 产生这个病痛 其他的他束手无策 这里呢 这里呢 提出这样的问题 好 下面就答复了 故知 凡夫往生 非凭自立 全障弥陀 大愿佳批 令不颠倒 始能 始能 往生也 为什么说这个法门 净土法门 是他的法门呢 因为这个历史指的 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 加持 才能够使我们 临终的时候啊 意识 不会糊涂 大家也没见到过一些老人家 他得那个老人痴呆症呢 就见过 你看你照顾他的时候 坐着他的儿子女儿 孙子来旁边看他 不认识 很可怜啊 所以他的亲属 看到爸爸妈妈躺在床上 跟他讲什么话 他答的话答非所问 那他的晚辈更加难受啊 这都属于业障 所以我们念佛呢 就是希望自己在老的时候 在断气之前 意识非常清晰 而且身体呢 绝对没有任何的疼痛的现象 所以这里就总结了嘛 固知凡夫往生 非凭自利啊 全葬弥陀大愿加疲 真的我们要非常感恩阿弥陀佛 无量级来对我们的照顾 生生世世不离不弃 接着再引用 《幽西大师弥陀经》 《缘中超》里面的一段开始 说谱众生 虽能念佛 浩浩见思 时未伏断 这个浩浩 它是比喻 比喻什么呢 深广无际 像什么呢 就像大海一样 这就说到我们众生呢 这个见识烦恼 多不多呢 用大海来形容 非常广大 而能垂中 心不颠倒者 这是讲我们 真正做到 信愿持明 一心求生净土 亦不颠倒 什么原因呢 都是佛菩萨 明明当中的帮助 其实我们想要自己在临终的时候一步颠倒 那现在我们每天 心能不能够颠倒啊 不可以 什么意思呢 假如我们每天还有妄想分别制作 您的心 就颠 七颠八道的 对不对啊 乱七八糟的 这个心了就不清净 就不 纯净 所以想要在临终 至关重要的时刻 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想出来 念出来 平常大家一定要养成个最好的习惯 不管您开口念不念佛号出来 你重要的是心里念 那也行啊 或者是金刚齿 嘴唇呢 在那微微动 没有声音 那个也是在念佛 或者是初声念 也好 所以三种念佛 你看当时的情况 我们稍微补充一句话 就是大家自己念佛不要太大声 有人就 其实这个话古人也讲过了 他说什么呢 大声念佛 临终的时候见大佛 小声念佛 临终的时候见小佛 他这个讲法 对不对啊 我们先不要说他讲的对不对啊 您仔仔细细看一下 净土五经一论 佛菩萨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大声念佛见大佛 小声念见小佛 好像没有看过吧 当然我们也知道 古大德是全面我们大家 这个念佛重要 好 我们要说什么呢 就是说呢 如果一直保持高声念佛 也蛮消耗体力的 也比较好气 所以您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发出来就好了 这样维持的时间比较久 如果您体力衰弱 您可以不用出声 心里念也可以 当然您有这个体力 声音洪亮 音量高一点也不累 那个可以的 其实相比较 您出声念佛 那个力更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如果您不出声 自己得到力 自己听到嘛 可是如果您有声音发出来 那旁边无形众生 有形无形众生 他们会听到 他们呢 就觉得很高兴 他看到了 他听到 这就给他种下了金刚种子 所以这个就是自利跟利他 因此我们走进佛堂呢 就注意观察 如果没有人的话呢 你可以大声一点 如果有其他同修呢 你稍微把音量降低一点点 因为这样就不会干扰到前面 跟后面的同修 再多说一句啊 也是误生了自己的经验 其实在法会当中 当违诺挺不容易的 因为整个法会嘛 像我们做三十七年 违诺他算是主唱嘛 对不对 那有时候我们男众在后面 他就站在违诺的后面嘛 那法师刚刚一起枪 他就接枪 在后面呢 他就唱 法师是用麦克风 引领大家唱 他不用麦克风了 他是后面呢 用那个 红亮的音声 发出来 结果他声音都差不多 盖过那个维诺的声音 这样子哦 维诺也觉得无可奈何 那维诺为了要带领大众 不要唱错了 不要跑掉了 那维诺必须把音量再提高 那如果维诺没那么大的这个肺活量 或者说音量已经够高了 如果再高深的话不就吵到其他同修耳朵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的稍后会暗示那个同修 您可把音量稍后降几 降几分贝 不必干扰到其他的法师 这个领唱 所以我们这个休息呢 要知道 要灵活运用这些方式方法 好 今天呢我们是学习这个发心 这一愿 还有呢 临终皆愿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愿文 我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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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